第三十六題如圖所示 一個壯壽的大人和一個瘦弱的小孩拔河 在一般的情況下大人很容易獲勝 關於大人會獲勝的原因可能是下列合者 繩子他會拉大人有一個力量 拉小孩有個力量 這個稱之為繩子的張力 繩子的張力各處都是相同的 因為他的張力必須要各處相同 繩子才能夠維持他原有的形狀 所以我們的選項B跟選項C都是錯的 在拔河比賽中仍要適度的向後仰 才能夠發揮足夠的力量 獲得贏得拔河比賽 所以選項諸說大人向後仰角度不夠大 應該也是錯的 而這個小孩子之所以會輸掉 是因為他的腳在這裡 會受到一個摩擦力向右 但是又受到一個繩的拉力向左 但是向左的拉力比較大 所以整個小孩子都會向左移動 因繩子也向左移動 因此輸掉了比賽 所以A選項的敘述是對的 所以第36題問我們說 關於大人會獲勝的原因 可能是下列何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小孩和地面的摩擦力 小於他所受的繩子拉力 它可以做到一段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說了 這是A. 感谢观看